各位同心 大家好 下半段我們要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提升目前贈助經濟與社會的趨勢 進而策進兩性平衡 今天淤血面臨我們世界 包括氣候的變遷 我們的新藍體是食物的安全 供水流行病以及種種的問題 如世界到這個得到教訓一樣 所以現在都種變化就是天災很多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來應對 各位在我們婦女不能邊緣化 因為全世界無法支配至少一半以上 因為虎路有一半嘛 所以我們不能不重視女權 各位我們如果要提升 覺得我們這邊並講這是不誇張 我們世代就這麼一次的機會 改革四百年來 我們這邊要改變 我們有辦法自己主政 如果我們再錯過 不知道在何時才有機會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甚衰的關鍵課題 全在我們 這個台灣民政府同心的身上 這樣喔 我們現在就一定 要發揮我們自己的職責 務必要成功 成功要依賴你我 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婦女強大的組織 應該能夠帶動全球 而且改變勢力 並促進國家成績的效果 我們不能再讓別人說 我們台灣是三頂的啦 三頂的喔 絕對不行這樣喔 在聯合國系統當中 我們要做好準備 以會員國充分合作 重生性別平等發展 和平與人權重要性 所以兩性平等我們 在世界聯合國的婦女會 對於社會壽命的工作 聯合國為婦女完成 偉大的事蹟 包括性別平等以外 和平發展 環境與人權的議題 核心讓聯合國在提醒各政府 對婦女特定的議題 採取行動 所以說在我們 每一個聯合國的婦女會 我們都是有在聯繫 而且在提升 也有更大的進展 無論是在暴力 對婦女暴力 缺乏醫療機會則 教育土地與財產 同質不同籌 同質土地同質不同籌 這是國土規劃的問題 對我們女性我們婦女會 也是要來改善 然後呢 缺乏醫療機構則 教育土地及財產 那麼我在聯合國體制下 我們要證明性別平等的真實承諾 對於聯合國系統內的大部分的實體 已接受到性別重要的合動 所以說很慶幸我們前年到那個印度 我們團體大概50個 50個團體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到印度去找喇嘛 是為了什麼事 我們是證明流亡不能就地合法 那麼因西藏政府跑到印度去 在那邊組成一個政府 臨時政府 他們還要把印度做地 還要把印度納稅金 像我們台灣人最崇也最故意 他們走來帶我們家 就像我們說要來選舉 來處理你們這間房子 連我們住的房間還要納稅 還要叫我們的兄弟 還要叫我們的好師 還去做兵 為他來打拼 我們台灣人說好喔 這房子都會輸輸去 沒有要怎麼 這樣對嗎 不對齁 他如果沒打拼土地來 這土地是我們家的 叫我們選舉說這塊地 要怎麼來賣 賣賣的他要怎麼歪出來 我們又說好 我們本質就好賣賣掉也沒關係 反正就我們阿公的了 不賣我也不肯定 一些抱大腿那些 就是這樣想啦 所以我們不能再送下去了 所以我們這 在國土方面的規劃 很多在 不是婦女會主要做 做說 老人孩子照顧什麼 在國土方面我們 聯合國的 這個婦女理事會 我們的衣衣在這個 國土方面還有人權方面 還有兩性平等方面 還有暴力方面 都有一一在找所來輔導 而且來提升 國際實際已證明 這個必須性別融入各期 政策及計畫中 有部分會寫機制已經成立 就是很多國家都有參與 婦女聯合總會 那麼我去印度的事實 很幸運 剛才我們有一個 台生我那個婦女會那邊 找看有沒有 聯合國的 總會的人到那裡 很幸運說 剛好他拿給我們的名片 說他是聯合國婦女總會 我有跟他們照相 那麼以後這項最大的 當我們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拜訪說 我們曾經碰過面 就有很好的交情 在我們推動全球婦女 這個改革方面 對我們很有幫助 以及機構 副屬機構隨之參與 整個國際聯合會 我們台灣民政府接受 我們接政權以後呢 公民團體國際子之 在兩性平等目標上 有實際國際子之面 隔得不會很遠 結果文化改變 來一一我們來 以這個職責 來融入聯合國 加入會員國 成為有名的區域國際接軌 以接軌以後 共融為目的 所以這是輔助 爭取你錢以外 我們要所要做的 所有計畫 你想輔助會如果這樣做 對我們台灣民政府有好處嗎 有 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麼 今年我們還要做什麼事 來台生 婦女是人類的第一導師 那麼 我們現在去 我們來看 輔助我們要做 會是什麼工作 來 下一個 好 這個可以亮過去 我們剛才有介紹過 來 我們就是 有優秀的婦女才有好的子弟 社會國家才有好人才 國家才會成 強盛 台灣民政府要從婦女開始 進而才能改變全台灣 剛才說過的內容 大約也是這個 來 來 婦女 我們的教育要從胎教開始 那胎教呢 母教 不如先說教母 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要教小孩 要先教母親 那母教要開始 新生的小孩也知道他的真假 怎麼知道 孩子是母親生的 考察母親的真假就可以知道 哲女能盡孝替是從得上來的 能敗禪是從孽得來的 所以說 我們所有還沒有 懷孕以前婦女要經過教育 在她的心態行為方面來調整 如果呢 她如果是做的 都有得行 那麼小孩子投胎以後 經過胎教 這個小孩才有指望 如果你的心態行為呢 不好 那麼你生下來的孩子也很難教 後來教起來也不好 她為懷胎開始 十個月都在學習 而且母親的心態 來影響小孩 所以她十個月在北斗 她就都學很多了 這個 目前 可能沒有人去注意 罵女人是 嫌威風 然後呢 女人誰不敢返口 而且在 腦氣已存在心頭 這就是說怎麼樣呢 我們一家的人 男朋友也好 大家跟老婆老母也好 如果一天到沒這個祖人 呢 那麼她的心情不好 你會影響到你的怕孫 所以呢 我們如果了解這個了好 有懷孕的婦女 你要叫她生小孩以前 要讓她心情非常好 你這裡有好的後代 這些是 研究很久 像古早時代的研究出來 尤其是 熱便非常重視喔 那麼呢 男人喔 如果氣氛在心裡的時候 這個孩子 我們喔 男人的 威風沒有不對 不過你就應用你的怕孫十八代 那麼這個 壽氣呢 是世世代代喔 胎害無窮啦 這不是打罵女人的害處嘛 所以呢 這不可以拚拚在罵女人的啦 所以呢 現在我們如果是這個 讀了我們的童心啊 所有的 男人童心喔 不會再罵女人了嘛 對不對 尤其是自己的母親 老爸你們的怕孫都很壞 你們覺得還沒 絕對不會嘛 我們如果阿孫的廟比較好 我們的媳婦就比較疼 這個才能生好的怕孫 這樣意思喔 來就是說 生一個健康聰明 世子理想的小孩 父母親最大的心願嘛 我們大家都也要生好怕孫嘛 生好怕孫 我們要有方法啦 人類共同的願望 住古以來 就被人們常常重視喔 所以這個問題因此 古代有胎教這個公法 認為 胎兒在母體裡面 已經開始接受母親的影響 要求認成期間的婦女 應謹言盛行 親心養性遵守淪常禮儀 所以老母呢 每天寫頭寫起來這樣喔 那孩子都會學起來喔 從北都來就都學起來喔 所以呢 那婦女也要小心 就是從 懷孕以前先調整自己的心情 跟你所有的習性禮貌 那麼你所有的思想 要 要要生就是要準備好 好 如果沒有生起來喔 不要說這樣 走路走路 一直在學會沾 那就很飛去 這樣不如沒有生啦 那麼 據史上我們有紀錄喔 太認有認 莫不是 惡事 惡不聽迎聲 口不吃傲言 這就是說 包括 你的環境裡面都要調整 如果一天晚上說很難聽話 你也盡量不要去聽到 不是你不要說而已 你也不要聽到 你也是 不要去 不要去 有自己出口不好 所以喔 詩其太認 王文 之母就是 關於胎教最早的紀錄 這是一個紀錄 也是歷代醫學 對於胎教 都有詳輩的論述 這都有記載在內 來 中國醫學委人的七情六義 思維活動 而且在那個 和丈夫的功能看作一個整體 彼此制約互相協調 以維持丈夫功能的正常運作 如果喜怒 憂失 悲觀 驚恐 就會使氣血 雜亂 丈夫的施功能 那麼孕婦 便可直接影響胎兒的正常發育 所以這都很嚴重 所有 你這個都是醫學記載 在你的心情變動當中 你的七情六義都會影響 所以 這是很嚴重的 我們現在台灣呢 我們現在台灣呢 就是說怎麼三檔飯就不在百 沒有去煮魚到這裡 人家優秀 以前的貴族 你買懷孕以前 都先教育 然後懷孕以後 夠得好像補貝 那麼新的家 是絕對很優秀的這個驚孫 那麼我們現在呢 都親菜生生的對不對 親菜生生的家就很難過 很難過 這樣 整季很壞 尤其 這是先天 後天一歲到三歲 又教不好 那麼 別說我們怎麼 我們跟他說什麼 他都不在甘心道 你們現在有感覺 年輕的都這樣嗎 不是我們中國人 敢咬到這裡不好而已 就是我們自己也沒有心情來教育 孩子 我們自己也沒有調適好 來就是說 我們在情緒方面 我這樣 找到大家 就是說 情緒方面的影響 是 對一個 唯一 我們有一個 預測 有這個科學道理 現代科學家 也有情緒上 血液中 產生 有利健康的生物物質 而且 消極的情緒會使血液增加有害化化學物質 如果是 如果是 一位 孕婦 使胎兒 氣血相通 必然這個 遺害於胎兒 所以 說來說去 就是你的心情和行為影響會很大 這 一些 學者 研究 認為 當孕婦 情緒 受到壓抑時 胎動 頻率 強度 都會 比 長 平常 就 增加幾倍 儘管孕婦 環照 情形 有一分 但是 胎兒的這種 超量的活動 卻會 除夕幾個小時 如果孕婦呢 環照的情緒 延續 幾個心情 那個胎兒會超量的活動 就 可能 貫穿整個胎兒 胎兒期 必然影響胎兒的發育 甚至 有學者 還要認為 某些先天性的 生理缺陷 有可能 與孕婦 認成期的 情勢有關 這樣有嚴重嗎 有 所以 不是說 他的個性受影響 他的健康受影響 有些缺陷的 寫出來 齊心 跟基因心情都有關係 所以 這是真的嚴重 雖然 我們說到這裡 如果我們一個國家 我們一個政府 我們一定要好 我們的後台一定要好 從經濟開始 為每一個家庭開始 我們這裡有好驚訓 以前 中國給人說 東亞病夫有沒有 一個國家的家庭還沒到 所以我們要有健康的後代 不但我們自己 要把這個胎教做好 日本有一個學者對胎教做了進行試驗 他有 128 127名的青年孕婦來進行胎教 來做指導 做體操看電視欣賞音樂 玩橋牌 有選擇性的讀書 屬精神生活豐富多彩 心情屬中保持愉快 他這種行為 成為 英才製造工程式 就是 專門 把這些孕婦叫來 教育 讓他 這就是 我們的製造工廠 我們的工程式 我們來借著好的 好的孩子的工程式來試驗 那麼試驗後的 可許的成果 就是說 效果很好 當然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成長到幾歲以後 進行他的 治傷測驗 發現 71%的幼兒 治傷都超過一般的 小孩 那麼段正離說 說說胎教 婦女生活 這個就是 一篇教育的文章 所以 日本人 古早就有在注重 那麼 我們是古早時代 那個 大家庭的時候 那個 貴族的 都也有 注重 為什麼說要免當戶對 因為 他如果是生活很好 會整個好害人 他不愛去聽到 雜音 不愛看到 唷唷 然後 他的基因 一定要找 很好的 你如果是一個 生活不好 受過 虐待的人 如果他的心情沒有調適 那麼 你 帶來 又生後 都不好 所以 這是很重要 以前 以前 有一個 全文教 15人的老師 叫做 鳳怡先生 提倡的胎教 那麼 鳳怡先生 在 他清掉 妹子 就是發現 改變人類的 素質的問題 是 古往今來最重要的 一門學問 可稱千年大業 我們千年喔 萬萬代代 我們的兒子都不愛好 所以叫千年大業 所以 他提倡胎教 是從 創辦 女子教育學校來 開始 使 女子普遍受教育 直到實行 重檢 結分 他 他 常說 母教 不如先說 教母 那麼 先教育 未來的母親 就可以 意味到 根本教 這就是 基本教 那麼 胎教呢 極端重要 因此 他 常用 翻轉世界 重立人間 他的 豪園 壯 壯 來 表達 事舉 遠大的胸懷 所以 鳳怡先生 認為 古人所說的 胎教 多行之餘 富貴 全力之家 我們剛才說過 萬里很高 大館 閃耀 然後 有 機能 廣中 有在做這個事情 因此 他變 你求我 以 日常生活之中 是 平民 百姓 金 可做到的 所以 我們 我們 後來都是好人 對不對 從現在開始 我們沒有要 秤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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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秤 大館 我們 我們的 祖孫 製造工程 製造工程式 我們都要練好 所以 我們 現在做大館 我們漫漫 代代的 子孫 要培養 市值很高 我們也是 是 要 可以讓他們 後來也 可以來奉獻社會 為國家來服務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 根本叫 從 胚胎 之前的教育 這就是說 受孕卵開始 也就是 對 未來的父母的教育 如木之 有水 我們 水之有煙 豁明的道德 品格 品質 思想 感情 至 關重要 懷孕的 以前生活環境 對於男女 交感之際的 雙方 受孕 那個起點 雙方的心理心情 尤其 關鍵 這很重要 就是說 你要做小孩 實際的心情 都會影響到 不要兩個 圓雞 圓圓的 來受孕 我看 那家裡很愛圓雞 對 所以 我們這都很重要 所以說 啟發根本性的教育 叫做根本教 因此 夫妻必須自同道合 相親相愛 互助富量 保持和睦的家庭氣氛 土地肥沃 我們的植物 不才會 野貌之龍 我們的鳳儀先生 把夫妻 比作天地 男子應該是天之親 女子應是地之靈 若男子性情 威力 好 好動氣 我們的就是 靈性 是為了天下不親 若是女子 性情浮躁 就是恨 怨恨多趣 這是地不靈 這樣子怎麼可以生育理想的後代呢 所以呢 天親地靈 孩子 是賽如神童 所以呢 這很重要 如果這個我們都背起來 我們回去 大家 不但家庭和睦 而且 每天非常愉快生活 對不對 我們每天都黑白念 或是心情不好 跟我們阿孫的都咬咬牌了 所以我們回去 我們大家都做大館 這樣就怕孫兒我們周邊的所有的人 我們都要影響他 為我們開始經濟 我們一定民政府的成員 從現在打底機 我們一定要有和諧的這個生活 我們不可以再買來買去 一定 要快樂過孫兒 我們 要幸福的日子就到來 我們 從我們開始調整 我們 一定 要快樂過孫兒 要快樂過孫兒 我們 要快樂過孫兒 照不出人家 也假照 照給別人大家都很照 那麼大家都健康 我們心情很好 那我們民政府一定會強盛 對不對 對 來 父母的品德 孩子最寶貴的財富 所以咧 我們要出父親孫 一定要有好的事大人 要有德的父母親 我們有德的父母親 做的就是小孩子的模範 而且你做德 你要留資產 留多少給兒子 不如你留德給子孫 因為你如果人們都怨生 聰明優秀的小孩 但有時事與願違 都有時候會不會很好 為什麼不會很好 這個原因是 其實是好 好的事與 願望並不等於好的行動 因為你有這個願望 你沒有這個行動 你沒有做就做不出來 正如知道盼望好的家庄 而不改良土糧 你的土地沒有去解說 你要有好的奉修 不好好的栽培 都是同樣的道理 華國有句願語說得好 父母親的品德是小孩最保固的財富 所以 為我們開始做好 為什麼我要來台灣民政府 第一我把它當作在修行 第二我想找機會做到很多功德留給我祖孫 因為這樣我的子孫就會很有財富對不對 對 那麼大家共同來努力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道德觀念留給子孫 讓他們我們的子子孫生大家都能夠好過日子 來 我們受孫之後 鳳怡先生認為 這個孫之氣 既然是在母婦 那麼母體 就是肌肉相關 氣血相通 入候小孩子成長 瘦目 腰 你如果是說 那位低名的 養不外 養不健康的 有缺陷的 智能不好的 胎教都是非常重要 我們如果沒想到就沒怕 說青菜小小的也碰碰大 沒有這個事情 那也是你前世所照來的 如果現在去碰到就很慘 孫婦必須清新養性 極子要大方 注意栽培新地 氣吊私心雜戀 努力涵養天性 化出氣火煩惱 然後盡量做到不聽爭吵之言 要毀謀之語 我們是怪力亂神之書 我們都不要去聽 都讀一些有意心生的書籍 不要看那個邪 邪惡的啦 有醜陋的啦 有斃的啦 我們都不要去看 然後悟殺害凶暴 不見其形怪狀 可不出惡言 不道妄疑 然後應釋皆悟 悟求忠正 就是忠庸之道 來喜怒哀樂 宜求終結 要克制不良的習慣 因為某種外壁 四號都可能影響到胎兒 那麼遺骸下代要整齊 我們的整潔衣裝 清淨烏語 我們就是日本人都要叫我們很清晰 全世界便租聽好在那裡休息 在那裡睡的就是日本 所以咧 我們是日本的安培記 好拜 我們不要說你們家 我們來中央這裡 我們要思想自己去檢視一下 我們中央的便室很爽 如果這裡功德心不夠 你家裡我看還是爛七八糟 這個都會影響 所以說造成許多孕婦 樂觀感而且身純潔高尚 思想與情緒的環境 如此则胎炎化合 日後渴望生意聰明俊秀 體質健忘的子女 這若惡客的都有好驚孫 你相信這有很重要嗎 所以說 我們要好驚孫 尤其我們現在 已經懷孕過已經出生了 父子搶救了 還是有教 我們回去 我們一家一定要非常相和 一定有夫妻 要相親相愛 不要去悲來悲去 讓這兒子頭顎痴歪歪 頭顎痴歪歪 頭顎痴歪歪 若可事可不出 這樣 我看 對我們的兒子 我們自己的後態不好 我們的將來就不好 所以要很重要 來 孕婦要經常保持喜氣翻月的心情 如春風 何須之陽光 常常照耀胎兒 使胎兒的茁壯成長 切記以氣靈性的用事 然後警戒悲哀 悟身憂恐 然後做到這一點病 不是應付單方才能錯效 為丈夫者必須認真合作 全心相助 方能達成 所以說 老公是影響最大 來父母親兄弟姐妹 所以我們要說 我們一台一台更好 我們一定要和樂融融 我們一間一家 一定要很相和 一定要很和樂 一定很要相親相愛 那麼我們每個心情都很好 我們民政府會不會強盛 所以由我們的家庭開始 那麼婦女的胎教 孕婦本身必須 我們明白胎教的重要性 加強修養或者性情乖利 還有憤憤不平 因應之氣 我們有幾句語內 我們的胎學感受不正之氣 將來生理缺陷 所以有些人不生 也是在胎教裡面受到影響 便是多病 遺害子女 至少可怕 而且五行的 心理來講 都是受到五行 因應器女性的害 詳細五行篇我們都有記錄 持路前人 從實際的體驗中 總結出來的是四個字 我們的孕育 這裡 我們這是中醫裡面也有很注重 做一些 所以說在營養方面 我們一定要調和 然後心情我們一定要愉快 新生活的哭聲 鳳怡先生說 小孩子有不一樣的靠聲 做個生人細緻觀察來研究 他說小孩子出生就是降下 來的以後 聽他的靠聲就知道 他就是熟他什麼火 靠聲 急的是熟火 靠聲慢的就熟水 靠聲 停一下 靠一聲 停一聲 那個就熟透了 大聲 急靠的 他是熟火 聲音 輕量聯繫不斷 是熟金 所以說 那麼 有的 孕婦 超受到 各種逆境跟徹擇 而且子女的宿主 都有差異 是什麼原因呢 這只要是決定在母親對 逆境承受的能力以態度 到了嗎 喔 這樣喔 所以說 我們對這個很重要 我們如果說 要讓我們台灣會好 我們這裡 是從這個開始 我們就來注重 而且 我們每一個人 從現在開始都要過了 很快樂 而且 而且 很活躁 在你們家裡 來到台灣民政務所有的童心 我們的一家人 要相親相愛 好不好 好 每一個人看到都要笑咪咪嘛 而且要互相協助 不要說要夾一塊 什麼都沒感覺 我們知道的人 尤其這個長官做過關 我們要來傳承 我們 今天那個9月份 那個海關 我們就要開始 請你來參與 那有法度講課的 來跟我們講海關的業務 那麼移民署我已經有找到人了 那是海關的業務 你願意來講 來講課的話 請找我 我們來談時間 嚕嚕繡繡繡 說一些 重要 還有 給你們議員說不重要的 都好 我感謝大家 看起來都沒有多久 希望說 祝福您 健康吃百年 要做官 做家 一百年 謝謝 我們那個 謝謝 拍手